四 五月的緬甸 高溫炎熱 陽光磁濟志工下鄉發放大米 車子經過洋起漫天塵土 志工身上包包都沾滿了灰塵 但也不太好 這一趟一定得走 車子來到村莊的時間 就要三四個小時 我們幫助的事也是很有限 但是看到村民他們很開心 我們來這裡的人也都 再怎麼辛苦都覺得沒有什麼 疫情影響 偏鄉民眾無法外出工作 慈濟緬甸的落處 推展安平福困計劃 每一戶送上百米與食用油 多三米的孫女 因為長期營養不良沒有奶水 志工除了送米也特地送來奶粉 雞雞特家的米缸已經建立 志工送來的白米讓他不會斷炊 在煮飯之前 他也不忘存下一把米幫助別人 滅甸的農村 居民普遍貧困 儘管雞不飽腹 也願意日存一把米階礙擴大 帶新聞 滅甸報導 雞有優勢